大家好,我是何志強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們港城集團 二十年的小小的富士 大家一起來 其實我們港城飲食集團 是在2000年十一二一號開張的 我本身是在新加坡 剛剛從六星級的Club回來 我打算做些快點的事情 很多理想 很多夢想 那個時間 有可能年紀還是小 比較天真 我們做了六個月 港城酒家在十四區 基本上是沒有生意的 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 基本上差不多要結業 我們改變了之後 我們用回傳統的菜式 傳統的做法 改變去新的賣點 這樣別人才覺得我們有一個不同的 口味又可以容易接受 再加上價錢又有優惠 又有實際 容易吸引到別人 經過半年去努力 慢慢改變很多東西之後 十四區的市場 很多客人已經開始欣賞我們 開始欣賞我們 開始欣賞我們 一般的轉類店 也是我們做廚師這一行的人生轉類店 因為那裏 揚城是一個 在 欣賞 是很多 直視的地方 很多 認証客的地方 開始做得回 我們大致一般一般的做法 即是做回我們 以往港城所做的手法 擠進去 還有 我在新加坡所做的 Findining手法 又擠進去 變得很容易 食客 還有很多應酬客 慢慢慢慢欣賞 楊城這個名字 港城這個品牌 這樣就做回來了 即是 人家說到我們 港城的品牌 就是講到楊城酒家 跟著名城酒家 港城酒家 港城酒家 未來集團發展 希望 即是 多元化一點 即是 由海鮮為主 廚房出品部的重心價值 或者開一些不同的 H&B 因為我們港城集團 現在 港城集團 都是 注重 傳統 熱菜 點心 燒蠟 海鮮 為我們的終點 尤其是我們 港城集團的點心 都是我們的 廚房出品部的 重心價值 雌性 影音 再悶 vite 又 甚至 該 嗯 你 感谢观看